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将继续与大家共同分享 我旅行中的所见所闻 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国内的旅行途中的景点问题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事情 因为近几年在国内旅游景点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多 而且也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这几年除了原有的一些著名的景点以外 又新增了一大部分新的景点 这些景点有一些是地方政府所搞的投资 有一些是企业所搞的投资 还有一些是属于私人搞的投资或者股份制的一些景点 也就是说吧 原来所有的景点归国家统一的那种模式 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已经形成了国有的股份制的企业的还有个人的 也就是层出不穷的各类的景点都在各地涌现了出来 所以啊 它的负面影响也必然会带来 今天我就想来分享这个事情 我想说的第一点也就是目前国内的景点 景点的费用在不断地走高 原来大家都知道 国内景点的主要是以国家管理为主 所以国家管理的景点费用总体是偏低 几十块钱也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呢 各种经济模式的景点不断地涌现 所以这个费用 景点的门票的费用 在大幅度的走高 可以这样说吧 你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 轻者七八十块钱 多者一二百块钱 所以景点的门票 这是一个在旅行途中承担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块不小的费用 作为我这几年的旅行啊 应该说 我这个年龄虽然不承担门票 但如果承担门票的话 我整个旅行途中的 所需要付出的门票费用 接近占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个比重啊 还是非常高非常大的 难怪也有一些旅行 一些年轻人啊 他不进景点 或者少进景点 这就是因为景点门票和费用 增高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二个方面 就是关于景区的杂费 为什么要谈到这个事情呢 那么买了门票 进去参观 不就完了吗 不然现在又出现了 许许多多的 眉目繁多的一些杂费 你比方说 现在许多的景区 都把景区和停车场 安排得非常远 停车场不在景区 甚至在几公里 十几公里以外 设置客户服务中心 为什么 因为这需要有一块 中途的费用 这种中途的费用 也就是旅游的游览车费用 游览车费用啊 这一块 有一些地方是必须的 但有一些地方 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我其中到过两个地方 地方就不说了 我开车到了景点 景点有停车场 但景区的门位告诉我 现在的停车场 已经到了市里 也就是说 已经转移到市里去 在市里停下车 在那里买票 然后坐 和景区的游览车 到景区 再来参观游览 我当时问他 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 我们不清楚 但现在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现象 当然这个现象 并不在少数 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景区 和抽票点 距离不算远 不算远 他也加上了 这个游览车票 也让你配到你 景区的门票当中 一块买 所以我看了以后 虽然我仅仅买了 这个游览车票 但是我看 做了这一段 距离非常的近 他也跟你要这个钱 我有一次 在一个地区 我没买这个游览票 我就要看一看 这个游览 游览的这个停车 停车场和这个景区 究竟能有多远 他告诉我要走一个小时 实际上我只走了20分钟 就走到了 当然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是国内所有的景区 都有这种现象 但是这种现象 有越演越烈的这种凶向 因为在内地 也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让人非常的担心 第三个方面 就是这两年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地区 原来并不是景区 但就是因为 大家经常去这些地方 而被地方上 已经圈位景区 走到这些地方 有时候让人 障碍的合唱 摸不着头脑 真是这样 比方说吧 我走过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大名鼎鼎的 白花林景区 我去了以后啊 看了看 实际上 就是一片白花林 而且在周边呢 在景区的周边 而且在景区的 方圆很远的地方 都有白花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密度大一些 所以就搞了一个 白花林景区 花钱还不少 还得需要买 游览车票 所以啊 我就觉得这些 新增加的这些景区 有时候让人啊 真摸不着 不进吧 这么远来了 走了可惜 进去吧 让人进来了 感到遗憾 感到到了这里 十分的不爽 所以啊 在整个旅行途中啊 像这类的现象 也非常多 当然这些现象呢 都是有一些 地方政府开发 或者有一些 合营的 股份的 承包的 这一类的景区 这一类景区啊 这现在非常多 非常多 刚才啊 是我在旅行途中的 对景点的所见所问 现在分享给大家 但是啊 也应该看到 原来国有的 著名的旅游景区和景点 现在的服务啊 也在不断的满散 不断的提高 比方说 过去大家为了厕所 都感到很难为情 现在厕所的密度 而且厕所的等级 都在大幅度的提高 让人走到景区的啊 你不管什么时候 你去到厕所 附近啊 都有 所以让人感到 特别的方便 在一个厕所的卫生程度 可以说是 著名景区的 这户卫生间 都能都是达到 三星级以上的标准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再一个是景区的环境 景区的卫生 景区的服务人员 这些态度 也都大幅度的提高 再就是景区的安全 很多景区 都有派出所进驻 所以安全非常好 当然这些 我给大家分享这些 是 不足当中 有好的方面 当然好的方面 还是主要的 但是也 为什么要分享 就是目前景区里 有一些乱象 暂时我看还难以改变 因为景区啊 他现在已经把盈利 作为他的主要目标 所以啊 那些乱象就随之而来 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的所见所为 与实际情况不同的 我自己负责 好 再见